史上首次挑战用跑步穿越思路的记录 将由超马好手林一杰率队长征 林一杰今天宣布将在三月从台北起跑 和三名来自加拿大中国的伙伴 一步一脚印征服万里长的思路 当然体能挑战我想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事情 那事实上有很多事情可能是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因为在整条路上 我们没有就是很实质的邦交的国家 所以有很多的内情的补给 行政的沟通 然后国际事务的一些问题 都是很多复杂的交错在一起 这是思路之旅的发起人之一 周杰伦更亲自谱曲送给林一杰 一杰很屌 他跟我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想赢 没有想过输 这次有冒失误的就是超越了输赢 也不是任何的得失心 不是为了赢的第一 我们是要赢在环境 赢在水之源 赢在文化 赢在战胜自己 今天记者会多位名人 像是国际奥委会成员吴金国 土耳其代表巴康和贺陈旦都到场力挺林一杰 云门五级创办人林怀明说 透过林一杰的步伐 让世界都看到台湾人的勇敢 林一杰选择把自己的肉身丢到地球上 最偏僻最危险的地方 用智慧和毅力 来完成漫长而健康的旅行 这趟一万里长的思路之旅将横跃伊朗 乌兹别克等六个国家 希望透过围棋150天的旅程 唤起更多人注意水资源和环境永续的议题 台湾情报记者 蔡佩琪李冠燕采访报道